雲林县大皮国小是百年的老校 因为校舍老舅拿到了教育部两亿多元的经费进行更新 自110年起开始动工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工期延宕超过三年 今年才总算完工 日前在县长张力善的带领之下 举办了洛晨启用的典礼 县长、乡长以及校长等人一起剪彩象征大皮国小的新校舍洛晨 校长王生泰说明他们学校原本的校舍老舅 在110年度获得教育部两亿1537万多的经费进行更新 但因为遇到疫情经过一千多天才完工 全校师生都相当开心今天总算能够入错 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就是第一个通风 第二个采光良好 第三个安全 我们希望孩子在这边能够学到为人处事好的品德 我们这地方人才辈出 希望能够延续大皮国小在这些方面的这个优点 大皮乡长林森堡说明 大皮国小建校至今超过百年 是大皮重要的教育场所 期待学生在这边能够快乐学习 云林县教育处长说明 目前云林县内还有许多的旧校舍 县府接下来会一一盘点更新 给孩子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这个百年的学校大皮国小 现在我们的新校舍 他的那个乐城典礼 这个也是我们大皮乡的 我们的鞋子非常期待的一个新的校舍 他们努力了一千多天 终于完成了 我相信这样会带给我们大皮乡 我们的这个鞋子他们 有一个更好 更完善的这个学习环境 921大地震之后 我们针对所有的校舍都进行了 这个结构的一个鉴定 那包含到所有的校舍 基本上都有做过补强 但是因为云林县的校舍 50年以上的 甚至于55年以上的校舍 还有大概几十栋 针对这些50年以上的这些校舍 我们现在是为请 结构祭司在做安全的一个鉴定 那在今年年底之前会完成 那我们会按照他的安全系数 将来会排定优先顺序 那我们会逐步推动 希望把这些校舍做一个更新 确保学生学习上的一个安全 云林县长张立善除了出席剪彩 送上祝福之外 也期待好的学习环境 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今天非常开心 也非常恭喜我们大批国小 历清一千多个日子 那今天整个的校舍已经完成了 那我想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 学习的环境 那我们在整个教学品质上面 也一定提升 也能够让我们孩子的学习效率 能够更加的更棒 除此之外 这个新校舍也在今年拿下 2024建筑原野奖的公共建筑奖 期待在新的校舍内 师生们能够继续延续大皮国小的百年风华 接着我们就先采访报道